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这种游戏的董哥 今天这期视频将会是优拉视频的导入 我很意外 居然有这么多玩家在等我对满命优拉的评价 就一个劲的被私信吹根啊 说 优拉的视频怎么还没做啊 你老是说满命满金干嘛呢 都没人看的 克老还要看你的视频吗 满命不是乱杀的 嗯 我也是差点信了 不过啊 各位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大家大可不必把命之作想的这么邪恶 早在大概6500万年前吗 我不是这样说过吗 其实普通玩家也大可不必就觉得 限定五星角色的命之作跟自己是完全无缘的 你就好像这一次胡桃复刻有很多胡桃的玩家都补了一命对不对吗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认为从1.3开始原神的深渊环境通胀超过30%的人啊是占了绝大部分的 所以很遗憾的告诉各位就是 通胀是所有所有必须面对的一个很普通的现象 你们想想一个角色 想要出一套适配他的圣遗物要多久 其实是非常久的 我们现在是2.3对不对 刚刚好出了一套新的圣遗物 那么按照日程表 下一次出圣遗物可能就要2.5 2.6了 而且你出一套圣遗物肯定不可能适配所有角色呀 你想想如果老角色要轮到新圣遗物的话 那可能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了 我们就打比方说迪路克吧 开服之后有了一套火魔你到现在都没有第二套呢 你可能一个角色两年得到一套新的圣遗物然后提升10% 20%的样子 这个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我就说嘛 对于真爱党而言啊 有时候五星角色的命之座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底牌 我在这里先做一个小调查 大家通过弹幕来告诉彼此吧 觉得自己是真爱党 有一位角色愿意为了他每年少抽两个角色也要把命之座抬上去的 扣个一 觉得自己翅膀太多了 见到新角色就忍不住喊老婆 忍不住喊老公 还是宁可选择全部都抽0命的 扣个二 哎呀 我就迫不及待 想看一下现在弹幕上面到底是专一的人多呢 还是达里达莫达斯基的弟弟比较多 其实关于补命之座 我们最近就已经有过这么一轮热潮了 你比如说从1.3开始深渊再不停的膨胀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一次胡桃抽个一命 然后呢 你或多或少的打深渊就会轻松一点了 然后下一次胡桃复刻的时候 你还可以抽个三命吗 对吧 如果你是真的喜欢胡桃的玩家的话 那我觉得你一年少出两个角色也不至于觉得自己特别受了委屈什么 对吧 如果你什么角色都喜欢 那根本就不叫真爱党嘛 我觉得原生这个游戏到现在这个阶段呀 很多人都应该进入了一种 比较佛系的状态了 手上的角色也足够多了 你一年可能本来可以抽个八九个角色 对不对 那你为了喜欢的角色 少抽两个 我觉得也还好啦 毕竟角色越来越多 你也不一定练得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角色的命之座分析还是很有用的 而且分析角色的过程 其实挺提高游戏理解的 也是非常有趣的 老观众一定记得我就是到目前为止啊 我是从宵宫那一期开始给角色打分的嘛 你们知道我打分都是云打分的 都是在角色上线之前打分的 灵命的限定五星加上四星的武器 我到目前为止 只给过一个s减的评价 那就是给雷电将军的 我觉得 灵命的五星角色拿四星武器 我给 最高的评价应该也就是s减或者s了 当时雷电将军还没有上线嘛 我给雷电的评级下调了一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对于 猛新玩家而言啊 比如说他在1.0的时候抽了一个温迪 那温迪的评级肯定就是s 对不对 因为可以直接改善他所有的体验啊 包括大世界的 我在雷电上线之前是这样判断的 雷电是属于 低命自己输出不够 要全队带满拐来凑的 如今的雷电国家队其实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嘛 所以相对起最早期你抽一个温迪啊 雷电还是比较要求你全体box的练度的 大家也知道在游戏的早期温迪是一个很强的人权卡 地位 比现在雷电可能还要高一点吧 基本上是抽到就爽到的那一种 这就是我区分s减和s的标准吧 至于灵命的五星角色拿四星武器 有没有可能到s加的水平呢 我其实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 如果改版的钟离啊 在1.2上线就是那个样子的话 那钟离是绝对值得一个s加的 这个标准很高 我觉得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有这样的角色了 到目前为止啊 我觉得配得上s减或者s的角色 我一般是倾向于这样排的 就是游戏里面的前五推荐的 打比方说如果我是月卡党 这五个零命五星我是一定要先抽到手的 目前具体是拿五个角色 我们可以慢慢说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五个人是没有助长主c的 因为零命的五星再加上四星武器 这一个条件首先就已经会把很多角色给插出去了 因为有一部分角色他输出非常依赖五星的武器的 神里跟甘雨就是例子嘛 甘雨就不说了 这是人尽皆知的 关于神里其实在社区也有很多的争议 是吧 这个封屏上的割裂啊 主要是源自于有一部分神里玩家手上是有误切的 另一部分就只有锻造武器嘛 我一个好友他打神渊的祖国嘛 他这样跟我说 平民神里最大的悲剧就是跟万叶是连着up的 所以有一部分人手上是既没有万叶又没有误切 如果连莫娜都没有歪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仓管了 就我帮我亲戚打神渊给我的感受啊 0命的胡桃显然是比0命的神里要好用的 因为四星单手剑实在是太拉了 主c型的角色很多都是比较需求五星武器的 这也就导致了0加4这一个标准啊 很多主c就上来就占了很大的劣势了 相反很多功能性的角色啊 拿四星武器甚至三星武器都可以翩翩起舞 你就打比方说钟离嘛 我连大号都是拿着西风枪的 不拿西风枪浑身难受啊 我跟你们说最蠢的就是大号经常钟离大招砸下去之后又按了一下长衣 然后操作小号的时候呢 钟离大招砸下去了就忘了开盾了 哎就很烦 烦得要死 就我对0命的钟离最大的意见就是这么无聊的东西 就你让我去抱怨那些0命的主c有多菜的话啊 我可以说出一大堆的 我对0命的钟离最大的不满 其实也就是大招不能开盾嘛 老是搞得我忘记了 然后大家去想想什么0命的温迪啊0命的万叶之类的 其实用起来真的没啥毛病啊 拿四星武器基本上都是能够发挥自己大部分职能的 所以说功能性角色啊 不拿五星武器真的也还行的 这方面实在是太占有了 如果用0加4这个标准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如果我用月卡党的身份去玩原神这个游戏的话 真的我是不会推荐大家去说哪一个助长组C一定是必抽的 我觉得月卡党一定要抓住那几个功能性特别强的五星啊 助长组C真的都还好啦 你按XP抽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你反正说出去总会有人刚你说什么哎呦 克勤不是乱杀 声源不是照样满心吗 那就更不要说你去抽什么公子啊 销之类的 拿一拿练度还是可以满心的 但是相反啊 如果那几个功能性的五星角色你手上没有的话 你抽再多组C也是对吧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啊 所以对于灵命的角色很好总结 那就是辅助要好好珍惜 主C就看XP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彻底摆烂了 就我每个月反正就打个11层 然后12层混个三星就可以了 或者混个六星嘛 对吧 就我偶然帮亲戚打深渊给我的感觉 就是原神这游戏只要你练度拉上去了 就算你缺那么几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深渊12层要打个六七颗星还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原神这个游戏到了后面 你再训练死是死不掉的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你角色缺的太多了 战术体系跟不上dps 然后就跟不上了 就是所谓的物理上无法满心呗 反正每个人有自己的玩法 但是如果你想满心的话 那几个人权辅助 你缺的太多肯定是比较难受的 我在这里就给完全无科或者是月卡党的玩家们总结到这里 因为接下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啊 在类似的时间范围内 高命的辅助基本上全都是纯粹的奢侈品 我不是说满命的祖c就不是奢侈品什么的 但是大家要搞清楚的是 这些是有层级区别的 比如说一百万两百万人民币的车算不算奢侈是有点小奢侈 对不对 但是你要跟麦巴赫呀 或者是什么布加迪威龙比就肯定是比不了的 就那种一百多万两百多万的车 你开起来很明显的吗 那个加速的衔接感是强很多的 比起二三十万的车在舒适度上面还是有明显的提升的 但是超过一千万了 上了两千万三千万那种层级去了 就真的很奢侈了 哎呀回到原神回到原神 如果一个账号啊跟你说 你可以免费得到三个满命的角色 然后你挑了什么钟离 温迪和万叶的话 我跟你说 那你就是非常败家的 温迪的命之作不用我解释了吧 那是本身就菜啊 然后呢就是钟离的命之作 我前面也说了 高命低命其实用起来给我的感觉的差距啊 肯定是推荐程度上进不了前三的 甚至前十三都不一定进得了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万叶吧 万叶满命还是挺好用的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零命的万叶啊 我都会把我的名额留给祖C们 其实很好理解嘛 万叶跟纯色祖C们 这些门之间相信不是很好吗 就举个例子说是神礼吧 我在这里问个问题吧 你觉得是零命的神礼加满命满金的万叶 打神源打得快的 口个一 觉得是满命满金的神礼加 灵命的万叶 打得更快的 口个二 来来来 五秒钟时间 五 二 一 这个不用动脑子都知道是选哪一个呀 肖宫也是同样的道理嘛 你满命满金肖宫带个灵命的万叶 照样神源是闭着眼睛乱射的 你反过来 也能玩啊 也能玩 但是肯定就没有这么轻松的 我之前不是在好几个视频里面这样说了吗 我说香菱跟阿贝多的圣移物啊 提升个10% 20% 其实985精算师们诚意是比较不够的 因为他们是负C负C的输出基数就很小 然后你深渊的环境通胀又不止30%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期待圣移物还不如多期待新的战术体系 就好像现在阿贝多在颜队的地位那样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要搞清楚 负C战队伍的输出比例是相对比较低的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是因为有一天我刷冰本的时候掉了一朵50分的水花 我马上兴冲冲的给航球带上了 我记礼剑双暴75加150帅不帅嘛 然后兴冲冲的去测试一下 随间从4300的伤害暴涨成4600了 我瞬间就尾了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啊 这些负C真的是差不多就可以了 基数太小了 除非是珍爱党吧 不然我不建议你去给负谁门死磕胜一物的 但是原神最近的主C啊 命之座标起来之后可是相当恐怖的 大家也知道吧 灵命的神里再加上 满金的锻造武器 大招一跳就一万一一万二的样子 对吧 我意思是说不带拐啊 练度还算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你拿黑剑也差不多的 毕竟黑剑的被动对大招是白板嘛 然后神里满配置的情况之下 对大部分的圆魔都可以戳到两股以上的 那个伤害就是三万六一跳了 主C的伤害标起来的时候啊 就跟那些负C大差不差多少的感觉是相差很大的 你灵命吃完拐跳一下两万多 对不对 满命满金吃完拐 拐跳一下也六万多的 大家要想一想为什么在竞速榜上面 甚至后面出现了什么万叶拿祭礼剑的战术 人家有高金的仓骨 不能拿祭礼剑呢 那是因为万叶的伤害是可以牺牲的 带个祭礼剑可以多一次巨怪的机会 并且能够产更多的球给优拉 你看那些竞速玩家会不会神里拿个祭礼剑去打 或者说优拉拿什么天空大刀去砍呢 神游组合后面不是玩不下去了吗 他们也不会换充能武器的呀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呀 因为真正的满命祖C啊 拿这种充能武器队伍的损失实在太大了 而满命的万叶他在满命队里面终归也就是个负C的水平而已 所以如果你回去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的话 在万叶上线之前我就这样说了 万叶的这个六命呀 不太OK 有一点割裂 输出能力没有达到质变的水平 但是你去看看我对雷电的评价就不一样了 上线前就高度评价二三命满命满金直接无脑打S加 哎呀 那可太棒了 好吧 所以说游戏理解到了一定程度 我都不用去算数据的 命之座的文案稍微看一下 效果直接匀就可以匀出来 满命角色玩多了自然就有经验的嘛 万叶可能是辅助之中算是命之座提升比较大的那一类了 即使如此 我觉得让我来挑他 可能前八都进不了 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两方面 第一就是满命的主贼太凶残了 第二就是零命的万叶已经足够优秀了 所以在了解了这一切的一切之后 可以大概能够感受到我会对满命优拉有什么样的评价了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优拉的视频之前 先把这个视频做出来 目前原生这个游戏 如果满命满金的角色挑出五个排在前五的话 从打手之间来挑啊 你会发现大家的选择不外乎就是那么几个 我在接近50位 在科金超过10万人民币的玩家之中做了一个小调查 这个调查大部分的投票是我的一位好朋友 斗爷的群里面进行的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投票的 然后也看不到谁投了谁 这个投票比起上一次 我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展示的那时候 统计的人数又变得更多了一点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算上后面加入统计的人数 一共接近50位 大家现在可以在屏幕上面看到投票的结果了吧 你们也可以看到我投票投给了谁 我先说说我的感想 首先甘雨跟雷电是前两位是一点都不意外的 因为在参与投票的人之中 甚至有一部分是竞速帮的玩家嘛 你们都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打竞速 如果要冲击高排位的话 甘雨跟雷电是必不可缺的两个角色的 即使是上一起啊 有两个玩家看似是成功赶上了sana的融化甘雨队 但是你认真去看上下半的话 你会发现sana其实上半还是轻松赢了四五秒的身位的 具体的等甘雨复刻之前 我再给大家分析 为什么甘雨跟雷电在竞速榜上面可以这么横 下一个优拉的视频 我们也可以展开谈一部分了 甘雨跟雷电是很典型的多功能主c嘛 你让一群人都可以看到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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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都可以 很较真的柯老去投票的话 你很不意外这两个人会在前面两位的 我说说我觉得意外的部分 我其实是很意外 萧宫会排在第三的 但是你要承认的就是萧宫在大世界有很大的优势啊 众所周知 萧宫是个对空不战魔的角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能够在高低不平的地形之中往上射啊 就能够把那些站在奇怪地方的秋秋人给直接射下来 在大世界的体验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们甚至可能用灵命的萧宫都能敢说 受到那个方便性 就更加不用说加特林肖宫了 我在肖宫的前章视频里面也这样说了 是很典型的 满命满金战士啊 武器轻件提升高 然后角色命之座提升也大啊 大家要小心就是 关于肖宫他的命之座啊 很多人在一个一个的去 算肖宫的命之座提升多少的时候 掉入了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肖宫的使命提升是零的 cd的减少跟大数字没有关系啊 使命就是零提升 其实我比较意外的是胡桃在这一次投票中得票非常少啊 其实在深渊中我是倾向于使用胡桃的 可能是胡桃我用的太习惯了 抱怨了这么多年那个重击的拉锡手感 用着用着也变成了胡桃的形状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综合大世界表现的话 满命宵宫是占了很大的优势的 然后宵宫的dps螺旋上升之后 就两个角色满命打深渊的体感啊 可能又是宵宫更好一点 说了这些 你们也许就能大概 理解为什么宵宫得票这么高了 所以说宵宫这个角色挺美妙的啊 各位 之前有一个朋友这样调侃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普通月卡党玩家去吹宵宫的 我顶多看到就是别人说宵宫不弱 然后原地吹宵宫的基本都是科老 请把真实打在公屏上 所以我之前一再说宵宫的风屏的问题啊 这个两极差主要出现在命之座以及武器的经验上面 这些你就算观察风屏都能观察出大概出来 最后就是审理跟优拉嘛 这个完全不意外啊 优拉在审理的后面 我也一点都不意外 我比较意外的是剩下的角色就得票非常非常少了 比如说可莉只得了一票嘛 然后我就去问他为什么投票给可莉 他就说啊 因为可莉是他老婆 他看到没有一个人投 他就觉得很不爽 然后我也觉得很不爽 我说爬 可莉是我老婆好吗 好了 多的就不扯远了 FBI好像在敲门了 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视频的内容吧 对于以后可能要长期玩原神的玩家肯定是有帮助的 第一命要保抚住 补命座要选主C 关于主C的命之座的进一步解析和分析 我们将会在下一个优拉的视频里面展开细细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1300关注董哥的频道 或许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